年年 小松啊 来快来快来 我们来给你们拜年来了 爷爷 你老过年好 好好大家都好 孩子快给爷爷拜年 爷爷过年好 叔叔过年好 哎呀真乖真乖 爷爷这家里有一个小人可真热闹 嗯 认兰如果真喜欢孩子就生一个吧 有个小孩再多热闹呀 是不是 看看 不光是我说你们 这家里头有个小宝宝 那多热闹啊 是啊 啊 好 中午就在这吃饭 咱们好好的喝一杯 你给我招呼好了 嗯 你们热闹 我出去串串门 爷爷慢走 好 爷爷您慢走 咱们去 走 走 咱们走 年年静才 年年天福 年年乐 岁岁丰收 岁岁有余 岁岁欢 这春联是你写的 不是 是我爷爷写的 过年嘛 涂个喜庆 新年 咱们把它换换 怎么样 换换 换什么 那就在这 哎 那咱们里面行吗 走 小兄 我这笔墨可都伺候好了 你可以开始了 这上联是旧世界几千千腐魔出洞 这下联是 这下联可交给你了 江兄 你心中一定有下联 你就说吧 我听说你是对对子的高手 还是你来吧 旧世界几千千腐魔出洞 我的下联是 新中华城万万大梦方形 说得好 横批就交给你了 这横批就是世界大同 好 Court Creek 你看,我没说错吧 你走吧,别让他们看见你 有人家还没有 应该没有 快,咱们把梯子走 小平,我已经盯了你好几天了 每天天一擦黑,你就往处跑 半夜三更的才回来 说,是去花街柳巷了 还是赌局盐馆了 腿长在我身上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你管不着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你把这儿当成车马大殿了 告诉你,学堂外边 我是管不了 学堂里边那还是我说了算 告诉你,明天早晨当众检讨 发禁闭三日 如果再犯,赶出小门 这事我早就不想念了 不用你赶,天亮母就走 蒋兄,你等等我 这种害群之马 走一个,少一个 走 蒋兄啊 你要是这么走了 可就这么有退路了 我决定离开这里并不是一时的冲动 这些天我算是想明白了 无论是中学文章还是西学文章 都是一样的 救不了国,屠不了墙 要想摧毁这个旧世界 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行 什么路 武力 武力 不错 你想想看 要是单凭讲道理就能挤天下 世界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保定陆军学堂正在招生 我准备去那里学习军事 卫平 秦妍 杨先生 饭谁兼他 我都听说了 不过 靠我一个的绵波之力 短时期内 无法去除学堂里边的沉沉木器 卫平啊 你走也未必是坏事 今后你将如何打算 先回家安顿一下 然后准备去保定学军事 虽然都是袁世台 都办的学堂 武学堂 比他的文学堂 可是单纯了许多呀 其实 今年 你也不妨去试一试 我 是啊 将帅自财 总说咱们文人是纸上探兵 其实呀 战略战术 也不过是一门科学 会学会用了 也就没那么奥妙 你们说是吗 是啊 齐年 你就跟我一起走吧 我 我得跟你家人商量商量 王室 爷爷 药好了 您喝吧 奶奶 我才觉得 我这次患病 和往常不一样 郎中不是说了吗 主要是您身子骨须 又染上了风寒 吃几副药就好了 来 我 我想躺一会儿 好 青年 稍等一下 杨先生 刚才有人给你送了一副家书 谢谢杨先生 爷爷 你总算回来了 爷爷怕是不行了 胡说 你怎么照顾爷爷的 起开 爷爷 爷爷 你醒醒 我认识的半头 爷爷 你醒醒 半头 爷爷 我就知道 您不会有事儿的 是 爷爷不会死的 你少打爷爷 别再提死字 半头 你这是怎么跟媳妇说话呢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情 安头 这句话 出自何处 闻天下的火灵天涯 爷爷 不怕死 爷爷这辈子 最得意的 就是有你这么个 有出息的孙子 还有一个 民事里的孙媳妇 我就是现在厌弃了 爷爷 您先谢谢 我现在就去找郎中 有什么话以后再说 爷爷没有多少时间了 我最后再给你啰嗦一句 汗头的书 要好好地读下去 但李家的门没 就靠你了 就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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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爷爷 爸爸先生 你忙着给你开着 就没事了 爷爷 您坚持住 马上就到县城了 到了县城 找郎中 看你 您就会没事的 爷爷 爷爷 您不会有事的 汗头 爷爷不行了 胡叔 爷爷不会有事的 汗头 爷爷已经到了 你胡叔 爷爷不会 有穩章 坏 你 很痛 以后你就是 咱家里唯一的男人了 你要撑住 你再陪会儿 爷爷 我先回去做饭 贝平兄来了 今天他怎么样了 你去劝劝他吧 爷爷的死 对他打击太大了 好 你可不能因为爷爷的死而倒下了 你也没想过 因为你是男人 第二 我希望你跟我一块儿走 是猛虎就一定要下山 多保重 因为你是男人 是猛虎就一定要下山 1907年直立总督袁世凯在天津 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法证专门学校 北洋法证学堂 这一年 李七年从永平府中学堂毕业 顺利地通过了北洋法证学堂的入学考试 几年 哎呦 白兄你好 坐坐坐坐 总督大人 这第一批学生 以直立总子弟为最多 嗯 以后要广开招生门路 海纳闲才 切勿搞出什么 省级门户之见 你叫什么名字 回总多 我叫白千武 直立省萧何县人 哦 年轻人 鼓掌也是一门学问啊 什么时候该鼓 什么时候不该鼓 都要把我的恰到好处 否则的话 会搞得大家都很尴尬嘛 啊 是 哈哈哈哈 坐坐坐 总督大人 你知道的 我孙宏仪 是不会被人感动的 可是有个学生 我给感动了 哦 是什么人 能把你红衣感动了呀 来来来 来起来 来起来 啊 总督大人 嗯 他是直立老厅人 嗯 为了来学堂读书 把家里的田产都点卖了 这是七 七二 为了自免 把他原来的名字 李七年 改成了李大钊 李大钊 嗯 钊者原也 大钊者 志向洪远 好名字啊 啊 哈哈哈哈 哎呀 难能可贵啊 大钊啊 这些年来 我在战场 官场 何尝不是如履薄冰啊 能走到今天 平的 也就是一股子 拓府沉舟的劲头 啊 哈哈哈哈 红衣啊 回去跟校董们商量商量 再有像这样 家贫财高的学生 就免除他们的学资 不足部分 由北洋衙门来出 好 啊 谢总督大人 年轻人 要努力啊 啊 坐 篮子 哎 娘 啊 来了 哎 来了 上天子 哈哈哈哈 哎呀 我去女巫看你啊 你不在 我就知道你来这了 哈哈哈哈 还能走的时候 不是交代过了吗 一定要照顾好 单先生啊 哦 哎 哎 娘你这脸咋了 哎 牙疼三四天了 是不是肿了 啊 就是 说啥呢 哦 没啥 我娘让你尝尝它烙的饼啊 来 轩先生 吃吧 看好吃不好吃 啊 好好好 好好好 这耳朵呀 是越来越浓了 就是 娘 你有给我送吃的 我那儿还有呢 你咋不吃呢 吃着呢 没吃完 哎呀 篮子 你看你的手粗的 这哪像个女人的手 没事 哎 篮子 你是不是有身子了 我 啊 说啥呢 啊 哈哈哈哈 没事 我娘是问您啊 那饼好不好吃啊 好吃 好吃好吃 哎呀 篮子 你告诉娘 是不是有身子了 我也不知道 不过 这几天 是不想吃东西 而且 想吃酸的 哎呀 那肯定是有身子了 篮子 哎呀 篮子 这有身子了 可不能沾凉水啊 哎呀 没事 你 托人给汉头烧个线 让他出会儿 回来看看你 这女人怀上孩子呀 可不是件小事 哎呀 我没那么娇贵 啊 汉头咋了 哦 哎 哈哈哈哈 汉头没事 没事 嗯 挺好 好好好 好 没事都好 哎 哈哈哈哈 耳朵都背成这样了 人家孩子们 想换个先生 还不高兴 高兴 还从皇后就高兴 哈哈哈哈 同学们 我等 都是中国人 世代生长一丝 相信 各位同学 对我国的地理疆域 趋化严格 早已了然于胸 这张 中华时局图 不知道 大家可曾见过 先生 您这是哪儿的地图啊 又是熊 又是虎的 我看着刀箱 那早市上卖的年画 我再讲一个严肃的话题 坐下 若真有这样的年画 我倒希望每个中国人家里 都能贴上一张 介意自行 难道 就没有一个同学 能说出这幅图的用意吗 先生 我可以试试吗 尽管讲 这幅图说的是 当今列强 瓜分我国的局势 俄罗斯从北方包我三面 英吉利甲介通商 控制我内核 法兰西霸占广州湾 窥视钱贵 德国占领焦东 虎视眈眈 日本娶了台湾 再图福建 而美利剑 则提出利益军战 他们各自都想在中国 分一杯羹 好好 说得不错 请坐 同学们 找这样下去 这锦绣河山 还有哪一点 有咱们中国人的份 现在的朝廷 已经是名存失望 只不过 是替洋人 做了一个守土官长而已 非但如此 慈禧等人 还压制我爱国之事 巴不得全体中国人 都拱手祥阳啊 同学们 想想吧 这样昏溃的朝廷 丧忠 不是迟早要为之而明吗 老佛爷驾崩 举光福丧 老佛爷驾崩了 老佛爷驾崩了 多 reasons 老佛爷驾崩了 找秋 отдел 军府 听说 袁日白向朝廷递交了资产 说是要回河南老家养定 朝廷当天就问准 案内是句有评论 是那些顽固派 把他带头搞立宪 开国会 防他一手罢了 没想到就连袁大人 都是如此的不尽 到此下去 中国的宪宙是在 我们的幽默而起 外兄 此言差异吧 中国不是哪个人的中国 国会也不是哪个人的国会 要搞立宪 人人责无旁贷 先把人杀开 走我们呀 走 你们要发动全天津的学生 罢课情愿 对 清政府倒行逆势 资政员拒不对 先立先动言 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先生以为如何 好倒是好 不过此事得从长计议 先生此话怎讲 这几天 天津各界的请愿活动 不知搞了多少次 可是每次呢 不是没走到总督衙门口 就被破坏掉 就是聚而不见 清兵对老百姓 更是有耻无恐 想打就打 想杀就杀 如果我们的请愿 还找这样的办法来 我看不仅难以奏效 还要赔上不少无辜的性命 先生 难道我们就这样等下去 自证院被摄政王等老臣把持 如果不给他们些压力 他们是不会把这个权力交出来的 不错 立宪是坐等不来的 这个院呢 也是一定要请的 不过 我们在请愿之前 必须找几个能够制服那些官老爷的法宝 法宝 对 就拿教育界来说吧 我们必须争取一些 在社会上说话有分量的名流意识 参加请愿 谢谢啊 您可是温世林温先生 我就是温世林 你是 我叫李大钊 是北洋法政学堂的学生 法政学堂 在中国只有皇权专长 哪里有什么法政 先生说的不错 朝廷不过名义 拒不立宪制法 法政确实是一席空谈 你这个小伙子倒还聪明 就不必学什么法政了 还是去学些务实的专业吧 学生倒不怎么看 世界上的大事情 无不都是从空想开始 国会宪政也如此 只要我们奋力实践 空想就会变成现实 道理是道理 现实是现实 你准备怎么个实践法 说给我听 言下当务之急 是迫使资政院 兑现其诺言 召开国会 制定宪法 要想成此事 有尚书请愿才能成功 要想在天津请愿成功 有肥温先生等人之事 鼎力相助不能为 所以 不要再说了 原来 你是来做说课的 我温伯子 已经多年不问正事了 对你们的请愿 我不感兴趣 告辞了 温先生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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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是你啊 先生 这是我们天津学进的请愿室 恳请先生出膳点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 对你们的请愿 我不感兴趣 你以后 都再来找我了 茫茫神舟 探路程 旧时无忌 溃偷生 团杀有怨 兴亡楚 渤浪乌追 急暴起 国阔方知人者见 一高不碍 克南平 经营恨卫 仇同志 把剑背歌 剃泪猴 南京人 你怎么会被我们赶犯师啊 学生素来景仰 先生的革命之下 这首赶犯师 气势磅礴 足以明智 可是我不明白 先生 先生为什么再三推托请愿之事呢 光绪十年 朝廷把安南割给了法国 二十一年 又把台湾割给了日本 哪一次我不是义愤填应 终日枯体 那一年在威海外 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土 两日之内三亿国旗 当时我的心都要碎了 这十数年来 我四处奔走 游说革命 可别人都说我是怪物 我实在是 昔日先生以一己之躯 尚且呼号革命 现在由我天津学界三千多人 作为后盾 先生还有什么可怕的 我温伯子不是怕死 我是怕孤长难鸣 为人耻笑啊 先生 革命实戒 则有成败两种可谈 如果不实戒 恐怕连失败的机会都没有 王先生 三四啊 好 这个请愿总代表 我干 好 世事请愿 立先救国 立先救国 不打目的 不打目的 是不发生 大人 大人 您快来看看 是不发生 是不发生 大家静一静 大家静一静 请问 你们这儿谁是主事长 我是请愿总代表 你是何人 我是 不正使 林福鹏 我们要见直立总督陈谢龙 不是见你不正使 快叫陈谢龙出来 接请愿说 大家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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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知事息怒 今日陈大人 偶感风寒 实在不便 出来与大家见面 故而 大小事宜 都由林某 全权待办 你代理得了吗 代理得了 代理得了啊 好 这是天津学界 敦促朝廷 立即立宪政 开国会的请愿书 慢 这请愿书 不是拿去就没事了 请你禀告陈谢龙大人 让他马上将此书 电奏朝廷 如有半点耽搁 我们就进京去 上个书请愿 不敢 不敢的 胜利了 胜利了 上 上 各省 由 代有俱众 自闹情事 既非安分良民 该督寻等 着际 查拿研办 喂 回来 温先生 我和我的学生说两句话总可以吧 长话短说 温先生 他们想把你怎么样 说是京城里有人要找我谈谈话 谈就谈吧 我温伯子最喜欢和人闲丑 你们不必担心 先生 都是我害了你 哪里的话 大招 外患方阴内忧畏爱 怎么说话呢 什么内忧畏爱 快走 温先生 好自为之 温先生保重 放心吧 等我回来 再走联手新诗给你听 都是我害了温先生 他那么大年纪腿脚又不好 被发配到新疆那么远的地方 这要受多少罪啊 我真想代替他去 你可真是孩子气 我和温先生 那可不是一两日 我从来没见到过 他向庆圆成功的那天 那么高兴过 他 可不会像你这么想的 先生 我想再次发动霸科游行 把温先生这样的人人支持 再营救回来 不 不 这次的行动失败 已经证明了 请愿示威 是无济于事 这个清政府 已经是病入膏肓 无药可救了 必须要动大手术 谁 谁 你给我站住 站住 你给我站住 把东西放下 你给我放下 这个贼 这个头头去的贼 你给我放下 这五昌一呀 可是大客人心来 推翻队王朝 直日可待 咱们 可不能待于人后啊 那封玉强 你们那边准备怎么样 同盟会军事部从关外送来了五千条枪 五百万发子弹 都已经安全运到了鸾州 主力部队已经在鸾州城外的大厥寺集结 日日操练 断无闪失啊 印刷机已经借到 十万份传单即将复印 足以为其造势 好 等传单应期了 赶紧动手 干什么呢 这是干什么 是在这 此时可是事关中的 你们可要签了保守秘密啊 学生知道 武昌起义已经成功 而鸾州起义是北方光复的先手 请求先生 让我们参加吧 你们上年轻又从未送过军事训练 参加企业太危险了 还是待日后再为国家建功立业吧 虽然我们不能冲锋陷阵 但是我们可以帮起义军做些后卿杂务啊 对啊先生 刚才不是说要印传单吗 这个我们几个赛行 是啊 对 您就答应我们吧 预想 你看这 嗯 难得学生们有如此胆识啊 现在正是用人之计 我看就把印传单的事儿派给他们吧 屁啊 已经第八落了吧 是 八落 我看这样 今天晚上三个人不睡 把这些传单都给他印完 啊 见我怎么样 好 哎 这剑舞啊 平时是个大懒虫 这都这么 这都熬了好几小了 他也不烦困啊 是啊 剑舞 因为是困的 啊 哎 是啊 我怎么不困了 你也 你都知道 我告诉你吧 是因为你思想上的力量 知道吧 剑舞 什么力量 你说呢 你们这些文化人呐 说出来的话都跟我们不一样 是 哦 我是三营的管带张建功 听白先生呢 经常提起初位 什么时候几位也教我实时字 哎 好嘞 好啊 这不听说今天晚上大家要熬夜了 给大家再来点吃的 饿了的时候 垫垫垫 哎呀 谢谢 谢谢 要不你们教教我 咱一块干 你的学生真不错呀 是 没几天时间就印好了这么多的传单 学生们连赶了几个晚上啊 嗯 这不刚睡下 哈哈 哎 我们现在啊 这是万事俱备啊 嗯 等各路军到齐后 咱们就行动 哦 进来 方管带 范表总集店 嗯 律强 怎么了 范国人要调我去驻守海洋 要我的部队即可换防 恐怕 他们是怀疑咱们要动手啊 这个时候让你去海洋 就是想把你和王氏两位管带隔离开来 然后个个击破呀 这时候啊 是够阴险的 如果我去了 中了他调虎离山 如果我不去的话 验证了他们的怀疑 嗯 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 真是两难哪 他们现在啊 还是将信将疑 我看你还是先去海洋 稳住他们 那其一的事呢 事到如今 也不能按原计划行事了 必须先发之人 嗯 我们啊 后来就起事 到时候 你带上部队来会合 好 现如今啊 也只能如此了 白先生 还是你来了 好 1912年初 驻鸾州的新军第20阵部分官兵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的北方革命政府 这是继武装起义后北方响起的光复枪声 立即遭到清政府的重兵镇压 外面来了多少金鱼 起码是我军的两辈啊 他们在外围 我们困在内 本来就不占优势 又打了两天两夜 弟兄们已是人困马发 伤亡惨重啊 大都督 冯云翔那边咱们还没有动静啊 别提了 他刚到海洋就被软禁了 现在 还不知是死是活呢 大都督 总算定 慌什么 快说说 前方的战事如何啊 清军名跑停战 说是要和咱们谈判一和呢 大招 天长 招有没有什么急事吗 死地不宜久留 你们赶快找个普通人家躲一躲 不论谈判什么结果 只要城门一开 马上回到天宁去 明白了吗 先生 我觉得这回谈判有点不大对劲啊 大都督心意已决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白先生 我有点不明白 这异军是北洋军 那外面的清兵也是北洋军 这不是自相残杀吗 虽说都是北洋军 可身后站的人不同 他们一张的是袁世凯 而我们的行动 则全在同盟会孙文先生的部署之下 张管带 有什么事 您就吩咐 我们都听您的 走吧 走吧 走 哥哥 我张艳公 有什么好事 能忘了你呢 那是 那是 待会儿 等直立总兵王怀契 把谈判的那一个头头都抓起来 咱们就开始倒戈 到时候 和王总兵里应外合 好好干 人人都有赏钱 是 什么事 原来张建宏 是个盘督 走 赶紧告诉白先生 你往后面 我们俩到 拿门快 小心啊 哎 你往后面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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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知罪吗